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就来制作一下用手挤出橙汁的效果 首先我们选择一个橙子 当然我没买到橙子只买到橘子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橘子呢放到这个地方 然后两只手用力给它一挤 好这样我们挤完之后呢这橘子就没有用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橙汁呢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们是可以喝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一些其他的效果 比如说现在 好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 我首先把这些东西全部删掉 我们从头开始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项目 然后打开我们的素材 好我们可以直接用我们的素材呢新建一个剪辑序列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段素材呢都是我在固定机位下拍摄的 它们的景别呢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第一段素材呢是我倒饮料的视频 第二段素材呢是我用手挤橘子的视频 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呢就是把它俩的位置呢调节一下 让我们的手挤橘子呢为第一个视频 下面呢我们就需要找到空镜 杯子里什么都没有的空镜 然后右键插入真定格分段 好之前我讲过这个效果 然后我们插入完真定格分段呢 需要把我们的插入真定格分段呢移到我们第一段视频的上面 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真定格分段的拉长一点 下面呢我们需要把这个空杯子呢给它抠出来 选择我们这个定格素材 然后在它的不透明度里面找到钢笔工具 然后给它抠出来就可以 好我们抠完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边缘呢是非常生硬的 那么我们就需要调节一下它的蒙版语化 我们把它的蒙版语化呢拉大一点 给它一个七八十左右的值就可以 好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之前这段素材上面呢它是有橙质的 但是我们用空杯子的这个镜头呢给它盖住了 那么我们下面需要做的呢就是找到我们这个手挤橘子的位置 大概是在这个时间 然后找到我们橙质的这个镜头 我们找到开始到橙质的位置 大概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到的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素材呢修剪一下 把它的位置呢也拖到我们第一段素材的上面就可以 好我们大概拖到这个位置 我们把它的音量呢先关掉 它大概到完呢是这个时候 我们把后面不需要怎么直接删掉就可以 好我们修剪完成之后呢需要给我们的这个橙质呢画一个支杖 选择我们的不透明度里面的钢体工具 给它画一个支杖 我们先简单画一下然后仔细调整 好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画完之后的效果呢 是我们的效果呢不是特别好 是因为我们的蒙版的位置呢是不对的 那么下面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给我们的蒙版K个关键帧 然后调整一下我们蒙版的大小 选择我们的这个橙质素材 然后在蒙版这里把它的蒙版路径关键帧打开 然后把这个地方的适合给它选择200 然后我们再调整一下蒙版的位置 这个时候呢大家不一定非得画的特别仔细 因为后面呢我们还有其他操作 像这样我们可以往前移动几次然后继续调整 这个时候呢不一定特别仔细 但也不要特别的大意就可以 好现在呢我把它的蒙版呢已经调整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到它自动打了一些关键帧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的效果 我们把这个位置呢选择成适合 好现在呢大家可以看效果 它的效果呢比刚才好了那么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边缘呢也是有很大问题了 那么我们下面需要做的呢就是给它的 也是像刚才一样把它的蒙版语画呢调大一点 给它一个40左右 好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效果呢 就比刚才好了一点 空镜头和我们倒橙色的镜头衔接的地方呢 它也是有一些跳的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把这两段镜头之间呢 给它加一个交叉溶解 我们直接按键盘的Ctrl D 它会自动呢添加一个交叉溶解 这个时候呢它就不像刚才那样有一个很跳的效果了 好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把倒橙色的这段素材 加了把它的蒙版语画呢调大之后呢 我们的手这个地方呢它就穿帮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就变得透明了 那么下面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我们需要把我们手挤橘子的这段素材呢 再复制一份出来 那么我们不需要全部复制出来 我们只需要复制这一段就可以 就是我们长支到我们杯子里面的这一段就可以 那么我们把它简单修剪一下 然后我们按键盘上out键加鼠边左键直接复制一份出来 把它拖到最上面 那么把它复制出来之后呢 选择我们这段素材 然后还是选择不透明度里面的钢笔按钮 现在呢就需要给我们的手画一个折兆 我们把它选择成150 然后给我们的手呢简单的画一个折兆 这个折兆呢也不是需要特别仔细 只是需要把我们的手框住就可以 好我们简单的调节一下它的位置之后呢 我们需要点击蒙版这个上面的自动向前跟踪选项 我们直接点击一下就可以 好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它会出现一个进度条 显示正在跟踪 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蒙版会自动跟踪我们的这个手的位置 所以说我们不用一帧帧的给它K 这个效果呢也是非常不错的 大家一会呢可以看一下它跟踪完成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跟踪完成呢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它的效果 好大家可以看到它跟踪的效果呢还是蛮不错的 它会一直跟着我们的手动 那么会有人说了 为什么我们刚才抠橙汁的时候不用这个效果呢 因为橙汁它的边缘呢不是特别好找 它不像手这样好找边缘 所以说橙汁呢是不能用自动跟踪的 那么我们给手画完制造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位置呢选成适合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效果 我们在这个位置开始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呢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还是有一些跳 那么我们只需要把上面这段素材呢拉长一点就可以 好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没刚才那个效果了 但是后面呢它的效果呢也是非常棒的 好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效果呢就比刚才好了非常多了 它这个地方就没有穿帮了 那么我们继续看后面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呢这个地方呢它还是有一点点的跳 把我们橙汁的这段素材呢拉长一点点 然后在这个位置呢给它选择它的蒙版语化呢给它打一个关键帧 然后在它快结束的时候 把它的蒙版语化呢再拉大一点 现在大家再看一下效果 好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没有刚才那样跳动的感觉了 现在呢我们整体看一下它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把声音打开 然后两只手用力给它一挤 好这样我们挤完之后呢这橙汁就没有用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手 好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效果呢就已经出来了 它比刚才的效果就非常好了 那么下面还需要讲解呢就是有时候我们的手已经抬起来了 但是我们的橙汁还没有倒完怎么办呢 比如说现在这个样子我的手已经举起来了 但是它的橙汁呢还没有倒完 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这段素材呢改变一下它的速度就可以 但是呢放快之后呢它的声音是会受到影响的 比如说我打开一段素材大家看一下 好现在呢大家可以听一下它的正常声音是这个样子的 好这个呢是它的正常声音 如果我们把这段素材变快的话 我们再听一下它的声音 我们把它往前拖动一点 然后我们再听一下它的声音 好这个时候呢它的声音呢是会有变化的 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那么我们选择这个变速的这段素材右键 选择我们的速度持续时间 那么现在可以看到它的速度呢是160 它的本来速度呢是100 现在呢它变成160了 那么我们如何保持它的声音不变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保持音频音调 平时这个地方呢它是没有勾选的 如果我们想保持音频的音调不变的话 我们需要勾选这个地方 然后点击确定 然后大家呢现在再听一下它的声音是不是和刚才一样了 好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声音呢就和刚才一样 而且我们也改变了它的播放时间 好这个呢就是我需要讲解的地方 当然我们把饮料变成这个豆子的视频呢 我就不再讲解了 它的方法呢和我手机饮料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好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 还请大家多多收藏关注一下 大家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可以留言给我 我会尽力的解答给大家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